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8号星期二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向全球中国居民征税 那么香港新加坡先行 这是一个关系到海外,很多海外 中国人有影响的一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今天来讲讲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系列的税务的概念 和大家的 怎么报税,会不会影响到你 我们今天来讲 先讲一个数据,什么数据呢?今天上半年 全国税收是8万2000亿 急剧下跌了11.3% 那么其中呢 增值税 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 都是下跌 增值税跌得最厉害,将近20% 消费税、企业所得税都下跌,这都是最重要的税种 那么其实个人所得税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对中国来说 上半年个人所得税5782亿 反倒增长了2.5% 在这么多下跌的税种当中,只有 个人所得税是上涨 这一直没搞懂 其实我也没看懂 那么我今天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做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搞懂了 为什么 因为税改 那么税改呢,他 他开始向海外的中国居民 我不说中国公民,中国没公民,中国只有居民 因为他没有公民权,所以他不能叫中国公民 他在向海外的中国居民开始征税 那么这是 这是其中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 他也向在中国的外国人征税 这两头,一头是什么 一头是向在海外的中国人 收税,另外一个向 中国的 外国人收税 那么这两头,还有一个 他把个人所得税的范围 扩大了,原来个人所得税只是工资 工资代扣代缴 就是我发工资的时候,我就把税扣掉 就代扣代缴的概念,现在不是了,现在是综合报税 所以我今天详细的说一下,因为这个影响很大 那么虽然是有些地方已经 有些地方已经知道,但是 我还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影响真的很大 那么税改是什么时候实施的,是2018年 2018年8月31号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通过了 这个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 这是第7次修改 个人所得税的第7次修改 然后个人所得税是在2018年的年底推出 2019年的1月1号开始实施,就是去年1月1号开始实施 然后经过了2019年整个的一个完整的 叫继税年度 然后今年开始征收 开始征收 上一个年度的税,个人所得税 这就是 为什么今年所有的税收都在下跌 只有个人所得税上升的原因 那么搞懂了 那么为什么要进行税改 其实 税改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 就是税太少了 税收太少了 要多挣点钱 多收点税 这是一个目的 但为什么税会少 税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税少的根本原因是因为 中国人其实收入普遍很低 中国的税基 个人所得税的税基 非常的狭小 那么大家还记得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两会期间说了一个 当所有人都很震撼的一句话说 中国有6亿人口 月收入只有 少于1000块 那么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 500块钱以下月收入,500块钱以下有 2亿2000人 800块钱以下 就是500到800之间 有2亿人 然后这个 低于1000块 6亿人 低于2000块 的人口 是9.64亿 是9.64亿 2000到5000元 3.64亿 5000元以上 其实只有7200万 全中国 5000元以上人均收入 月收入 只有7200万人 在中国已经属于 属于高收入人群,他占整个人口的5% 所以其实 你从这个数据你可以知道 那么实际上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税机非常的 狭窄 狭窄 那么这次新的个人所得税法 其实就改变了什么呢 改变了一个 它不仅仅是个征收范围的概念 就是说 它引入了一个 叫税务居民的概念 税务居民的概念就是说 什么人要交税 你是不是属于税务居民,你是税务居民 你走到天涯海角,你都得交税 如果你不是税务居民,那就不管你 所以它引入了一个税务居民的概念 那么改革 税改之后,那么个人所得税 的征收变成了一个综合征收,那么记录所得税的包括哪些呢 第一 工资收入 第二,劳务报酬 劳务报酬变成什么,如果你是 你是那个泥水匠,你也得交税,报税 第三,稿费 就是中国一直在 一直盯着稿费这块 特许全使用费 经营所得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财产租资 就是房租 财产转让所得 然后偶然所得 基本上完整了 让他们去想这个,肯定想得很完整 然后税率 税率是什么呢?税率就是 分三种 第1个,综合所得 税率从3% 到多少 到45% 很吓人 这45%的 累进制的税率 然后第2个,经营所得5%到35% 这是第2个 第3个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租资,还有财产转让 和偶然所得 税率是20% 那么 以前 个税调整,都是调整起征点 那么这次主要是收入范围改变了 那么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明确界定 税务居民 什么人需要在中国纳税 在新税法 对税务居民的规定是什么呢?它是这么规定的 在中国境内 有住所 或者无住所 在一个纳税年度 在中国境内 在中国境内 居住累计 满 183天 只要满了183天的个人 就是 这个就是税务居民 那么居民个人从 中国境内 或者是中国境外取得的 所得 然后交纳个人所得税 就说假如你在中国住了183天 你是中国居民 你跑到其他地方去上班,仍然需要交 个人所得税 那么这个定义和美国是有点像的 美国有点像 就说中国居民 哪怕是居住在美国 他其实他也需要 向中国申报收入 那么这就有点像什么,美国公民 居住在中国 他也要向美国报税一样,那么 未来肯定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 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 根据这个税法,这个人既要向美国报税,也要向中国报税 两边都认为你需要向他缴税 当然因为有一个避免双重征税的这个协定 所以不需要担心 两边同时征 但是 其实中间还是有问题 中间还是有问题 那么为什么之前没有发生过 就是中国 像在海外的中国居民征税的这件事情,这里面有两件事情 第1个 就是 大家理解 其实要向海外的中国人征税,这是个系统工程 他需要两个条件 做两件 中国已经早就开始准备这件事情,收税这件事情,一点都不麻糊 这个系统工程包括第1个 全国性的人口普查 在全国性的人口普查 同时 调查的海外关系 所以 前一阵子老是有网友来问,跑来问,说为什么现在我爸妈在家里都问 这个居委会跑来让填表 说你们当地 说要告诉你 这个海外的地址 父母,要告诉你儿子女儿的海外地址 做什么工作等等,要把这些报给 填表 收集这个资料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因为如果不知道你的地址,他怎么给你 向你征税呢,这是第1个 第2个 中国加入了一个组织,叫全球共同申报准则,叫CRS 一个这样的组织 这两件事情互相印证,互相补充 就给中国提供了,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工具 就是向海外的 中国居民征税的这个工具 那么CRS是什么东西呢,叫全球共同申报准则 它是由这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叫 经合组织 OECD OECD是经合组织,经合组织提出来 它是推动国家和国家之间税务信息的自动交换 这个概念其实来自于美国,美国有一个叫美国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 叫FATCA 这个税务遵从法,意思是什么意思 只要是你是美国人,你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收入 你都要跑来跟我报税 这是一个,其实是借用了美国这个概念 那么2014年 这个CRS成立 然后各个成员国 就是 就是经合组织的各个成员国,就按照他的要求 签署这个公民信息交换的一个协议 理解吗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然后中国的进程是怎样,中国是2014年9月 承诺实施叫AEOI 叫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 自动交换标准 就是 其实讲到底 就是要改革什么呢,改革各个银行系统 他的数据接口 这是第1个 第2个,到2015年12月 签署金融账户涉税信息 自动交换多边主管当局间的协议 签署这个协议,等于就是中国加入了这个交换 自动交换这个税务信息 到了2017年的1月1号 完成对银行新客户开户流程的改造 然后可以通过禁止调查程序 识别出其中的 非居民账号 非居民账号,假如你不是居民 就把你通过识别出来,找出来 2017年12月 对余额大于100万美金的客户 禁止调查程序完成 就是你账上超过100万美金 他就对你进行禁止调查 识别其中的非居民账户 然后到了2018年的6月 完成向国税总局首次 首次信息报送 就是银行,我讲的是银行 并在以后的每年 定期 向国税局进行信息报送 所以其实 你的银行信息,国税局是很清楚的 所以很多人经常讲 中国是不是要 中国是不是要 中国要发行 电子货币是不是为了 控制你的账号啊,控制你的银行信息啊,了解你的银行信息 其实不是的 其实现在他就可以做到,你想说的 你想说的那些 这些动作 不需要发行电子货币 他现在就能操作 2018年9月 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 金融账户 涉税信息的首次自动交换 就是 2018年的9月,已经完成了这个动作 然后每年定期会进行 也就是说 2018年的9月 中国居民在海外的居民 如果他在当地没有报税 他当地的银行 银行的信息就会自动 传输给 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就会拿到 你在海外的所有的银行信息,吓死了吧 有些人已经吓死了吧 2018年的12月 完成对其余所有存量客户的禁止调查程序 识别其中的非居民账户 也就是说到2018年年底 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掌握了 中国的税务居民在全球100多个国家的金融账户的信息 通过这种交换,因为他是多边交换 他就是向全世界发送,然后收取 全世界向他发送的信息 然后实际上 就是中国居民在 其他海外的银行账号的信息,他全部都掌握 所以说 这就等于什么 这就等于他已经掌握了 他 需要征税对象的银行信息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大家有没有出汗 这就为什么,这个新闻不是特别新,但我看到以后我觉得还是要做的原因 那么实际上 中国政府其实很早 在2019年其实可以采取行动,但是他没有动 没有动的原因是什么,他要过完一个完整的 完整的这个纳税年度 就是2019年 所以今年开始动的原因就是 过去一年已经完成了 那么CRS 所谓的CRS CRS就是全球共同申报标准 实施之后 对两种人有影响 对第一种人,就是中国居民海外有账户有收入的人 是有影响的 比如说 我是派驻到 我现在 我现在在美国,拿了美国绿卡,但是我还是用的是中国的护照 我在美国工作,我拿绿卡,这种人是有影响的,为什么 因为 因为你是中国 税务居民,你就是中国的税务居民 这是第1个,第2个,按照居住地的原则 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也要在中国 报税 罵税 当然最可怕的是 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居民,为什么 因为他是按照当地的收入 然后按照当地的消费 可是当地的收入跟当地的消费,明显比中国高很多 可是他拿这笔收入要报到中国去报税 通常都会45%的税 税率 税非常的高 因为通常 个人所得税 其他国家20几,30以下吧 大概是 所以这个情况就很 很可怕 举个例子 我假设一个李先生,不是王先生,李先生,李先生持中国护照 然后拿了美国的绿卡 在中国没有居住地 那么这个人呢,他主要是在为中国的一家公司管理拉美市场 同时自己在拉美也有公司 那这个按照新的税法 他自己 他自己公司里的员工都要向中国交税 这个很不合理,很不合理两个地方 第一个按照他在 他在美国的收入,以他现有的收入 他肯定要交45%的税,那比当地的百分之二十几的税 那高 一倍多,这是第1个,第2个 如果把海外的收入跟国内的收入合并起来的话 那你其实海外的收入你已经交税了,但在当地有交税 然后你 回到中国去合并交,合并的话你还要交税的话 等于是 等于是双重交税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这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税务居民和非税务居民的认定 那这个认定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 你比如说美国的税务居民的认定 和中国税务居民的认定 他都是根据他国内法制定的 他的国内 国内法你制定你的标准,我制定我的标准 双方的标准不一致 双方的标准不一致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 你可能 美国人认定这个人要在美国交税,中国的税法认定,他要在中国交税,那这个人就很惨 因为他可能两边官司都打出 所以这就非常的 非常的有困难 他会让这件事情变得很麻烦 就是他会出现 很多灰色地带或者是 混淆的地方 这些灰色地带和混淆的地方 就会造成什么 就会造成很多的 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居民面对一系列的不确定性 非常麻烦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当然 中国加入CRS之后 比如说有人跑到海外去开了个账号 如果他不是 他不是税务居民,或者说他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居民 在当地没有交过税 你只要没交过税 当地政府就会自动的 把他的账号信息 财务数据,就是你银行账号里面的数据 自动的传到中国去 谁最害怕 最害怕这件事情的人就是谁 就是贪官 因为贪官 比如说我现在 我弄了笔钱 我就把钱存到哪里 存到加拿大去了 但是我在当地没有交税 没有报税 没有报税的自动 加拿大就把他的银行账号 的信息 发回国内了 这其实是有 某种程度上对贪官 贪官的资产转移是形成一个 非常大的限制 或者是 是有风险,贪官的这个资产转移 风险 一下子会被放大,因为 因为中国政府随时可以获得来自全世界的 中国居民的 账号信息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那么现在呢 今年第1步 中国先在香港 和新加坡开始 然后呢明年开始估计就会在全世界各地就开始推行 中国的惯常做法就是 先拿香港跟新加坡,香港是 香港好办,香港属于自己地方 新加坡呢 新加坡地方小 好办一点 先拿这两个来试 试完之后总结经验 向全球推广 所以可以预见到 预见到下一阶段,中国会向全球各地 发要求征税的这种 这种通知 为什么 为什么中国会这么积极 有两个原因 第1个 个人所得税是地方税 地方政府现在财政非常困难 所以 所以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他向海外的这些中国人争税,他积极性非常高 而且 别忘了 你还是中国居民,你还拿着中国护照 所以他可以在这个方面下手 这是第1个方面的原因 第2个方面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讲了 大家知道 中国 月收入超过5000块的人,只有7200万人,中国的个人所得税 其他的税机非常的狭小 那么非常狭小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必须向高收入人群征税 他才能获得 足够多的 税收 高收入人群通常是在海外挣钱的 或者是在中国挣钱的外国人 这两种人 收入比较高 所以他就开始向这两种人下手 所以原因就是这两个原因 那么在这个议题上面呢,有三个问题,大家要注意 第1个问题 通过CRS系统 那么中国政府可以获得中国居民海外的金融信息,或者是 财务信息 而这些信息 很容易被拿来作为什么 作为 对中国居民的迫害的工具 理解吗 为什么 你想一下 假如 你是中国政府不喜欢的那个人 但是你每年你银行账户的信息 都会被中国政府获得,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那你就有风险,这就是一个 就是说CRS 变成什么呢,变成 中共来 来收拾 收拾他不喜欢的人的一个 一个工具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信息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 你想一下 你就要想一下这件事情 这是第1个 第2个 成为当地的税务居民是其中一个自保的方案 假如你在海外有收入 那么你一定要想办法在当地交税 因为你当地交税之后 你的财务信息才不会发送到 中国去 这是第2个 第3个 千万不要心存幻想 心存幻想 变更身份 就是你 不再是中国居民,你才能够彻底解决 所有的问题 或者说 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出路 所以千万不要抱有任何幻想 那么为什么我要提醒这三点呢 大家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中国政府在 对付老百姓的工具上面,他完全没有底线 你想一下 户籍制度 福利制度 税收制度 各种各样的工具,包括现在的这个银行的征信系统 包括现在很多 征信系统 不要小看,征信系统 对中国人的这种人身控制是非常严厉的 因为征信系统 你要是上了他的黑名单 你买不到机票,买不到高铁票 很多东西你都没办法去做,甚至你没办法去住酒店 当然是高级的酒店了,不是低级的 便宜的酒店 真信系统 那你现在多了一个什么 你不要以为你跑到国外去,你就万事大吉,不是的 CRS 这个工具 让他也能够获得你的信息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那么中国现在利用这个国际的多边组织 我弃而不舍的对中国人进行全球性的这种 叫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海外中国居民 仍然难逃税网 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好吧 那我今天呢 我不想展开太多了,这是一个 有一定的技术性,但是又影响很深远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在这里跟大家播报一下,特别是提醒 提醒身在海外的中国居民 特别要小心这件事情 请大家做做功课 准备准备,做一些应对的准备 如果不做应对准备,突然一下子你收到一封信要你去交税,你真的有点麻烦 因为税率会非常的高,45% 疯了都已经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 大家一定要小心 好吧 OK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之前老是 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什么,经常出现的问题是 我们老超市,我今天我就 我就不超市,好吧,我们就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 请大家不要再聊天,那么我们提高这个互动效率呢 为了提高互动效率呢 三个 情况、问题、观点 好吗 OK 好 那我们先鸣谢一下 精盛细腻格萨尔王,好长时间没有追到直播,支持王老师 PS,最近墙内又关了一批 微博账号,可见土工越来越心虚 是的,我们最新公布的 这个叫什么 网信办 网信办微博账号,微信账号,微信群 关了一大批 微信,光微信群就关了2000,1万多个微信群 所以是有点 就是很脆弱 就是政权脆弱,他才会怕别人说 谢谢 谢谢 祝王健老师生日快乐,谢谢,谢谢你 谢谢,王先生生日快乐,狮子座 很典型啊,谢谢 谢谢,生日快乐,谢谢 谢谢,王健先生生日快乐,祝你身体健康,节目越做越好 谢谢你 马妹妹 第一次参加直播,赶上王先生祝生日快乐 新背景很赞 意境深远 大家都注意到,这是一个挂毯 这个挂毯呢,主要是为了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房间有回音 挂一个挂毯呢 能够吸音 另外呢,这个背景有点单调啊 有网友提出来说,希望能够有一些内容 那我想 搞挂毯,那么有点能够看到远一点的地方,所以我就选了一个 窗户形状的挂毯 能够让大家感觉这里有一扇窗 我们这个节目也希望能够成为一扇窗户 我们通过 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让大家能够看到窗外更远的地方 张胡鹏 谢谢 YL 谢谢 YL Happy Birthday 谢谢 L 吉安平 谢谢 王先生生日快乐,谢谢 陈旭,谢谢 王先生好 美国独立战争就是因为抗税 有句口号,无代表不纳税 看来海外粉红以后也要倒戈了 中国居民在海外,如果真的要让他纳税的话,这个税负会非常的沉重 因为如果你不考虑当地的消费水平 你只考虑他的收入水平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因为你想一下 你同样的收入 你要是在 我不说别的,我说 贵的地方,你在深圳 你在纽约 挣钱 比如说你派驻到纽约去,或者是在纽约工作 你 纽约获得的收入 和你在深圳 获得的收入 你不能够相比较,因为双方 两个地方的这个生活成本完全不同 可是如果你按照国内的这个税率来交税的话 这对在海外的中国居民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 还是那句话 中共在做事情 做正事 千疮百孔 干坏事 滴水不漏 你看要争取税来 滴水不漏 可是对于这个税率来说 他就千疮百孔 他就完全 闭着眼睛一仰脖子准备过去,就这个概念 所以 对于在海外生活的中国居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 这是个非常严峻的形式 谢谢 王老师生日快乐,谢谢大家 好,观点 虽然不懂话 但您背后的话和现在的直播环境很和谐 整体直播间给我的感觉是 简洁美观,很好很好,谢谢 谢谢肯定 我在选这个话的时候也没有想过 想太多,因为我是觉得 我们需要一个能够隔音的 吸音的材料,就选了这个,因为 还有一些其他的话也不错,但是我觉得这个话 我喜欢这个话,所以我就选了这个话,希望大家 接受,谢谢 观点,关于全球征税,大家主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税务居民 税务居民与你的国籍和户居不是同一个概念 每个国家的税务居民概念大同小异 建议大家向各自国家的税务局咨询 非常对 说得很好 提问 关于早上一带一路的话题有问题,不是很了解 万一别的国家 耍赖,不还钱,中国有什么办法吗?总不能出兵吧 如果其他国家 不还钱 理论上来说,你就可以去告他 理论上来说,你可以去告他 出兵不至于 但是他会 你只能政治决定,没别的办法 这就是风险 就像中国一样 中国也要赖账 中国赖什么账,记得 广信事件,记得吗 广信 广东信多投资公司,广信事件,广东信多投资公司 广信 就是当年的国企 就是广东省政府的融资平台 他应该是借了2000亿 2000亿的债务 2000亿的债务,最后他破产 他 安排破产 就是还不起了 他现在现有的债务根本还不起了,还不起就安排破产 安排破产 他借了很多外资银行的 这个债 他借债的时候呢 广东省政府 是有一个保寒,叫保证寒 或者叫保寒,保证寒 保证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你借钱给他 如果他还不了债,我来还 就叫保寒,否则的话外资银行是不会借钱给 给个这样的融资平台的 所以呢像什么汇丰银行,渣打银行 花旗银行等等,这些银行 就拿着这个保寒 来找广东省政府 广东省政府说 现在他破产 他还不起这个债了 麻烦你把这个账 还给我 当时呢 当时的这个常务副省长 是谁呢,王岐山 王岐山是常务副省长 他就是专门从海南 把他调到广东去解决这个乱集资的问题 在其中就是广新事件,就是他在 主抓 他背后站着谁 朱镕基 他就把朱镕基请来 朱镕基请,那我来见见吧 见谁,见这些外资银行 都是很大的 什么花旗银行,全是世界上 顶尖的这些大银行 然后开个座谈会 请大家来 喝喝茶聊个天 那 朱镕基就 亲口跟大家讲 那我们现在呢,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第一件做的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就是 党政分开 改革开放第一件做的党政分开 改革开放做的第二件事是什么 政企分开 我们现在是政企分开 广东省做的这个保证函 是不正确的 我不认这个账 你们手上拿的那是一张废纸 因为我们现在改革开放 理解吗 朱镕基把这话一说 这些银行的人知道手上那是一张废纸 那是广东省政府开出来的保函 保证函 没有用了 那你就跟着去 破产清算吧 就排队呗 就是你大概借了他10亿美元 你可能只能拿回100万美金,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这就是 你面对的商业风险 刚才你这个问题问的是,如果别的国家赖账不还怎么办 没有办法 先请他破产呗 你只能是这样,没有别的办法 这就是商业风险 或者叫政治风险 就这样 那么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其他国家,其他的商业机构一看 发生这种情况,那我就不能 去投资了 所以一般来说这个国家不会轻易不认账 特别是政府借的 轻易不会不认账,但你也有不认账的,中国政府就经常不认账 广性事件是其中一个 还有其他的,其他我就不多说了 反正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出兵 提问,这样理解对吗?中国内有户口就是税务居民,如果没有户口 在国内居住183天 记为税务居民 只要是税务居民,不管在常居国 是不是税务居民都要向 向中国纳税,是的,基本上是这样 基本上这样 提问,中美关系恶化,美国还继续向CRS提供中国公民的数据吗? 持绿卡的人最倒霉了,以后国内的户口都消了,在中国没有什么保障 还向中国交税吗? 理论上应该是啊 理论上应该是 金河组织美国是成员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向CRS提供 理论上应该是吧 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我没有查这个美国是不是 大家有没有知道美国是不是的 观点,我在想 如果现在哪个发达国家没有加入CRS,那是不是海外中国人的钱 都往那边跑呢 金河组织 金河组织,现在还有谁不是金河组织的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哪个国家不是金河组织的 应该大部分我们知道的国家应该都是吧 问题 海外收入已经在海外缴了税 还要跟中共缴税吗 怎么缴,按什么标准 是否应扣除海外缴税的额度 大部分国家都签了一个双重 避免双重征税的一个协定,这个基本上大部分国家都签了的 就是双边 大家都来签 这样子 那么到底怎么,谁优先谁不优先呢,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要找 税务专家来谈 税务专家来 问 你怎么个爆发 就是你比如说我在美国 我在美国工作,可是我是中国居民 然后我在中国又是税务居民,在美国也是税务居民 那我是先交美国的税再去中国扣呢,还是先交中国的税再去美国扣呢 不知道 我也不清楚 这得问税务专家了 这就是最可怕的事情 提问,请问中国对海外华人征税,和美国对美国居民全球征税有何区别?谢谢 没有区别,我认为是没有区别 是一样的概念 税务居民就是一样的概念 观点,外交部昨天宣布香港特区 和加拿大等国终止司法互助 司法互助应该属于司法领域 而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只有外交国防的管辖权 这算不算公然破坏一国两制 司法互助其实就是引渡 引渡 终止这个引渡 那么如果是他跟其他国家的这个 司法互助理论上属于外交层面 应该是属于外交层面 情况,2019年美国公民在海外上班可以有 10万美元的免税额 OK 美国交20%,中国在家45%,那只能喝起北风了 提问,获得绿卡的华人 他们还是中国公民,是否属于这个范围,应该是吧 就是获得绿卡的 中国居民 提问,想问一下王先生,抛弃中国国籍,但没有回户籍所在地派出所 注销户籍,是不是会受到中国征税制度的影响 会的 他跟户籍没有关系 他跟户籍没有关系 观点,这样抓贪官是不是可以用海外逃税罪把他们抓起来 他真要抓的话 管他用什么罪名呢,你说是不是 对吧 很简单 巨额财产 无法说明来源 就是一个罪来的 情况,朋友在美国收到来自中国的种子,他说曾经在淘宝买过东西 可能因为这个信息被泄露了 昨天有网友说这是刷单 说是淘宝 淘宝的这个,淘宝的店在刷单,以前是装乱七八糟的东西,现在装种子 这是一个说法,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装种子呢,这是很奇怪的做法 让大家都有点 有点摸不着头脑 有没有知道的情况,有没有知道情况的网友跟我们说一下 说刷单,为什么要刷种子呢,你弄点铁钉不行吗 是吧 你放个种子进去,大家 想法就很多啊,因为物种这个东西是很敏感的 比如说美国,美国现在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中国鲤鱼,横行美国的这些 内核 就是淡水 横行的中国鲤鱼 为什么 因为他外来物种没有天敌 繁殖又非常的厉害,所以中国领域现在 美国的各个河流,特别是淡水河流 有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外来物种是要很谨慎的处理 现在很多美国人受到这个 有网友知道的能不能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好吗 观点可以想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之间大概率会在更多的领域 出现更多的摩擦 在金融领域,市场最为关心的是中概股 从美国退市 美元使用限制,以及港 港币联系汇率等话题 将不可避免的在未来一段时间持续发酵,非常正确 中概股现在已经开始 集体回香港或者回国内,那么回香港应该 更多一点 那么很多企业是想回国内 但对政府来说,他们不希望这些中概股回国内 他们还是希望去海外 去海外,或者是至少在香港 为什么 因为你跑到国内去 在国内融资 很多海外股东 拿到中国的股份 拿到中国资源 他其实中国还是希望 上市公司去海外,拿到海外的资金 而不是在中国,拿中国的资金 所以这个方向不一样 那么其中包括中概股 中概股现在正在往回撤 那么陆陆续续都在往回撤 然后就是,当然还有一个美元 美元那是个核弹 估计不会那么快动 港元联系汇率 港元联系汇率这个问题,现在应该是风口浪尖 港元的联系汇率现在是风口浪尖 我昨天到前天看见原来的这个金融管理局的 总裁叫任志刚 任志刚是一个 非常 他担任这个金融管理局的总裁时间非常的长 他对整个的 他跨 跨过了香港回归的前后,所以他是一个 高度敏感的一个身份 他说现在 现在香港的 正在迎来一次新的金融风暴 这任志刚讲的 所以我觉得香港的 港元联系汇率应该是现在正在 应该会成为一个标吧 标吧 好吧 情况我在一线 一线品牌奢侈品工作,奢侈品公司工作 工作接触很多中国留学生代购 相比疫情前后,为国人 代买奢侈品的人并没有减少 占客户 比例居高不下 问题 都说疫情令中国经济下滑,但这个情况并不相符 请问王老师如何解释 是贫富分化 是贫富分化大,报复性消费 还是疫情影响对这批高收入人群还没有开始显现 代购 代购 我不了解这个数据 就说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留学生代购,那么这些留学生代购的这个 情况 你说和疫情前差别不大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接触多少人 他会不会有一些 个体差异 那么 这是第一个问题,因为你需要知道的是面上的数据 你只有知道面上的数据,你才能够 才能够下结论 如果你只是个体接触的话 个体接触会产生误差,或者产生印象误差 所以这个印象误差是做不得数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质疑这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是什么 现在这个代购其实是很困难的 代购为什么会困难,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 美国退出这个 美国退出这个 叫什么万国邮政之后 其实代购的这个成本是增加了很多的 然后现在又开始查税 茶税,然后这个油费增加等等一系列,一系列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代购这个行业正在面临一个非常 严峻的形势 在这个情况之下 完全没有影响 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他成本增加了以后,他的价格也会相应的调整 否则他挣什么钱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是有影响 只是这个影响 是多少的问题 所以我对你的 对你的这个评判我不大,我不认为他是一个 全面性的情况,他可能有些个体差异 好吗 提问王先生你好 美国驻成都领事馆都已经被关闭了,怎么美国还没有下一步行动呢 你判断美国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吗 对 一个政府 特别一个民选的政府,他采取一些行动 必须 他 必须做一系列的准备,这和我们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 国家这个能够 集中力量办大事不一样,所以 他没有那么快 你可以看,其实你 观察一下过去一个月的时间,美国政府的表现 没那么快 情况,台湾那边李登辉好像快过世了,昨天媒体误传了几遍死讯 近早10点,蔡英文和赖清德去台北荣总看他了 应该是 应该是时间差不多到了 要不蔡英文也不会去 情况 刚刚查了新的税法,规定不论是不是中国居民,只要在中国国内待购183天就要交税 观点,45%是累进税率 不是收入全额征收,只是在 超过5000起征点,2万以上的部分 征45%的税收 之前的部分是用 税率比较低,层层递进 此外因为税务居民需要居住183天,原则上你每年 只能成为一个国家的税务居民,OK,非常正确 是的 2万以上,但是你想,如果你在美国生活的话 你要变成2万以上,2万以上的部分,增45%也是非常多的 算一下账就知道 观点,欧洲国家和加拿大税也很高 可是交的税让他们的社会福利非常好 中国这个税交的就是肉包子打狗 这就是大家不愿意交税的原因,当然中国人本来就没什么 就本来就没什么交税的概念 因为本来就没什么福利 情况,美国还不是 CRS的成员国 美国,泰国,台湾等一些国家的地区暂时没有加入CRS 大家可以去网上做做功课,OK 美国还不是,那很好 观点,目前台湾并没有 并未经CRS对中国进行税务资料交换 转换 并且以目前的政治情形来看,短期之内也不会对中国进行资料交换 谭官们可以放心把钱藏在台湾吧 也可以藏在美国 情况 加拿大永久居民并且是加拿大税务居民,加拿大是不会交换信息给中国的 加拿大是加入CRS的 只要你是当地的税务居民,信息就不会回去 情况,几年没看 忽然发现央视女主播报道 双方领馆关闭的事 事宜 用 与 含血喷人之丑恶无耻,再次刷新人类极限 中央电视台 你觉得他会说什么好话吗 血口喷人 他血口喷人那就多了去了 提问,比如英国很多做厨师的人都是偷税 他们开的快餐店也是偷税,他们把钱 偷偷转到中国买房,这批人危险吗,说实话 这批人很支持共产党 我和他们都吵了很多次,我倒是希望他们被查税 毕竟很多钱 怎么说呢 反正我不希望他们把钱给中共 所以还是不要查他们的税好 你说呢 情况,闫丽梦博士今天在 在班农节目说,病毒非自然,只要有材料半年就可以做出来,很简单 OK 情况,邮寄地址信息主要是物流公司泄露的,已经形成产业 以前是海淘网店直接从物理公司,物流公司买信息来精准推销 实际上交税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严重 比如中国要交45%的税 交 当地交25%,那么就给当地交20%再交 20%给中共,不过还是建议退国籍 因为中国的门槛太低 底线太低了 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吗 我觉得挺严重的 为什么 每一分钱都是辛苦挣来的,没有想象那么严重,我觉得挺严重的 因为为什么,你想一下 你比如说一个月你挣1万美金 大家想一下 你挣的这1万美金,交完税以后剩下多少钱 然后这些钱,每一分钱都有去处了,对吧 大家都知道吧 你突然一下收到一个账单 收到一个 交税通知 不多吧,那你交2000美金,难过吗,非常难过好不好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 交税没有大家想象那么严重,是不对的 每一分钱都是辛苦所得 为什么要去交给他 情况,税务居民定义,在中国境内有居所或无居所 住所,居住满183天 有住所不止房产 包括 有住所不单止房产 包含家庭 户籍关系,经济利益关系 OK 情况 中美双方1984年签了防止双重税收的国际协议 如果出现双重居民,必须协商为一国的税务居民 我今年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遇到类似情况,结果呢,告诉我们结果怎么办 问题,王老师除了财经政治,能否多讲讲怎么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做人做事,做一个完整的人,做一个完成完整的一生 国内大部分百姓 三观净毁 网为一生还自己不知情,实在可惜 那是这样,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专题来讲 第一 理论上来说,你要讲很久 因为涉及的领域很广泛 第二,会非常的枯燥 那么我是觉得 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三观,其实非常简单 就认真生活就好了 我们在每一个新闻的当中,我们在诠释这个新闻 我们在分析,理解这些新闻 的过程当中 都包含了 都包含了我们自己的三观 所以我们不必专门去讲这个问题 只要 有日常的,我们听新闻 我们都包含了自己的三观,所以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 请你理解,明白我的意思,好吗 情况,代购是两个情况,一个是价格,国内价格很高 之前都在中国专柜购买,不少转到国外代购 在中国代购的价格来源多,价格比国内低很多,恰恰是经济下滑的表现 我也认识一些做代购的,那么有一些代购的已经停掉了,他们觉得没得做了 特别是 特别是美国的这些,美国的有一些做代购的已经停到了,没办法做了 原来的国内的价差 很大 价差很大,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奢侈品的税收很高 那么这两年我印象中中国的奢侈品的税收是在下降 原因是什么,中国开始明白 就是 你把税定的那么高,把这消费赶到国外去,你还不如让他在国内消费呢,我还能收到税 大概是一个这个概念 王老师你好,我是你的江苏粉丝 我们这边正在实行企业或者个人拖欠政府 款项追缴,其中包括一些有争议的款项 强行必须解决,不解决企业无法正常经营 你还欠政府的钱 你能欠到政府的钱好厉害啊 现在都是政府拖企业的钱 OK,强行解决,OK 有争议 观点,一直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不需要担心在国内缴个人所得税 另外你的扣除个人社保和起征点之后 年收入超过96万的部分 才适用45%的税率 OK 96万 为什么96万 年收入 年收入96万 好,鸣谢 Jesse 我再读一下,情况,美国对海外工作的人有很高的免税额 只要你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海外 好像差不多10万美金一年 鸣谢 谢谢 Renee 谢谢 朱荣华,谢谢 郁昕,谢谢,王老师生日快乐,每天两场直接很少间断,是的,谢谢 南风源 Hiroko,谢谢,王先生生日快乐,谢谢 Tom McGill Tom McGill,谢谢 祝王先生生日快乐,节目夜半也好,谢谢 Jenny Tung,谢谢 王先生生日快乐,谢谢 EagleX,谢谢 王老师居然是狮子座,铜座,荣幸,生日快乐,谢谢 山根铜,谢谢 Gramma Ada,谢谢 祝生日快乐,龙金虎猛 平安喜乐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gramma Monica Tan,谢谢,祝王舍生日快乐,祝节目越办越好,能够多开启明智 谢谢 王小,谢谢 王先生生日快乐,祝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谢谢 陆小军,谢谢,王老师生日快乐 Harry Han,谢谢,王先生生日快乐,打卡 新西兰奥克兰,来自南半球的祝福 谢谢 谢谢 谢谢,刚才听很多人都在说生日快乐,我也来凑个热闹 王先生生日快乐,感谢你 Kate,谢谢,祝王老师生日快乐,背景话很好,感谢你 周李庚,谢谢,王先生生日快乐 今天这个话题吓死我老婆了 哈哈 大家要小心就是了 就是 我现在还有个理解,就是大家如果在国内生活不超过183天 累劲的 应该就不是国内的税务局面 应该是,这应该是一个界限 JTL,谢谢,祝王先生生日愉快,祝愿您下次生日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环境会更加自由 非常好的祝愿 Simon高,谢谢,生日快乐,王老师 Cooker Oran,谢谢,王先生祝你生日快乐,身在国外 通过王先生的节目了解国内情报,授予匪浅 感谢你,谢谢 谢谢 谢谢你 王先生生日快乐 谢谢王老师生日快乐 U.S曲愿风和,杭州的 祝您生日快乐,身在海外,通过王先生节目了解国内的情报,授予匪浅 感谢你 No Internet Service,祝王先生生日快乐,谢谢 谢谢 CHA YUN-CHIN,谢谢 CHA YUN-CHIN,谢谢 CHA YUN-CHIN,谢谢 Happy Birthday Mr. Wong May all your birthday wishes come tru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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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生生日快乐 Jason D,谢谢王老师生日快乐 ZC,欲祝美西生日快乐,美西快生日了吗 我还不知道 谢谢 王老师生日快乐,您的专业精神让人敬佩 谢谢 王先生生日快乐,很少有人关注 国内少数民族的现状,希望王先生能说一说 我们之前讲了一下 找个新闻的由头,我们来讲讲少数民族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其实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感谢大家参与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再见 我不知道怎么读 谢谢 OK,再见,谢谢